导演日常卖关子 啥意思 是搭的东西我没见过 还是这种搭法我没见过 这种搭法没见过 仅仅是冷热搭配 你跟那几个东西 我总觉得是应该跟热菜搭起来 你要这 你搭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 又是一种新吃法 因为一般不都毁羊肉 什么毁羊肉毁墨毁冰 没见过毁冰片 导演说了 今天晚上要吃鸡 吃什么样的鸡导演 一辣 吃货们好不惬意 有道菜是着着必点的 凑近一看 应该就是导演说的炒鸡 辣子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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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发不浓 越辣越消失 吃饭还是不吃 辣辣 特别的味道 很爽 肉质特别好 比较像那种爱韵肉的鸡 不吃就没有发言权 先来上一份尝尝 它这个整个的鸡肉的块呢 是更平常吃那个像炒鸡啊什么 是比较接近的 嗯 这个鸡肉吃起来啊 会更耐嚼一些 因为感觉它确实是那个 用柴鸡的鸡肉做出来的 口感上会更紧实一些 但是呢 它又不是那么硬啊 其实它吃起来还是能够吃出来 鸡肉那种软嫩的感觉在啊 先是那种 呃 咸鲜味 就是你吃到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味啊 然后到那种咸鲜味慢慢下去之后 那个麻麻的辣辣的感觉啊 在你嘴巴里整个就开始了你知道吗 现在整个嘴唇就会感觉那种麻辣劲啊 它这里面的配菜呢 跟我们平常吃的炒鸡配菜就不太一样 虽然都是土豆啊 但喜欢是不一样 我们平常吃炒鸡里面 基本上都是 呃 切成块的这种 土豆啊 那它这个呢 呃 就是这种 呃薄薄的片啊 刷完嘴巴里面之后 它依然是那种 脆脆的感觉啊 都叫辣子鸡 但不论外形还是口感 枣庄辣子鸡 都和重庆辣子鸡完全不一样 到底咋做出来的 好 你好是吧 有 有 这个就是辣子鸡啦 对啊 跟全国人民都干上 那个辣子鸡不太一样 对 您是哪人 山东草庄 就是山东草庄人 对对对 山东草应该特别喜欢用酱 对 是吧 哪个酱是最核心的 就它 对对 有点像蚝油 里面有蚝油 有海鲜酱 主要是吃它的原汁原味 看着这个鸡的胶原蛋白 用肥子 用那个酱 放完酱之后 煮15分钟 把这个鸡的胶原蛋白 全部给煮出来 吃过来很甜的感觉 哦 其实酱主要是来提味 是吧 提它那个鲜味 就可以了 是吧 哦 哦 辣椒 那个是土豆是吧 对对对 这个土豆为什么吃前那么脆啊 这个是新疆的油筋豆 所以这个土豆吃起来它就是脆 脆脆的脆 其实我刚才看见 辣椒是不太一样的 对这个 这个辣椒是从我们老家运过的 条很薄的 对 辣度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 是吧 哦 这个辣椒叫什么辣椒 叫 这个 这个 豆皮辣椒 我们拿了一个菜 其实这个辣度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两种辣椒 你知道吗 像它这种的 要没辣 我就不尝了 哈哈哈 然后这个干辣椒的话 应该也是出那种辣椒的干香味 对对 香辣 是香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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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用的是什么辣椒 用我们那个川天椒 川天椒 对 嗯 一年半左右的柴鸡 肉质鲜嫩不柴 用来做辣子鸡最合适不过 处理干净后剁成小块 热油将葱姜花椒麻椒爆香 倒入鸡肉开始团炒 只不说 倒入鸡肉 一勺酱少许淡量就够了 煎水炖了20分钟 在道路准备好的辣椒和脂肚 翻炒一下就能出锅了 都叫辣子鸡 但是呢 差别很大 我们下 我有忍不住的时候你知道吗 有点像啊 你看好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平常我们那个吃的辣子鸡 都属于那个干辣椒里边去刨肉吃 这个反的 这个 这个是反过来的 你还行不行 还能坚持 还行 确实有点辣 对 它这个辣子会比较 比较重一些 比较重一些 是吧 这个可以跟一个自己的口味 可以调 可以调 对对 到了山东馆子里 怎么能不尝尝主名的煎饼 不过这煎饼卷的可不是大葱 而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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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炒着吃带汤的还是喜欢冬天吃 这大热天的难道是吃火锅? 咱平常吃红烧牛肉你咋吃的? 我感觉好像没有单吃过这个东西 就是一般都是什么红烧牛肉面 或者什么盖饭什么的? 但是咱今天吃这两个吧 就是我觉得你和它搭配的东西 咱肯定没见过 啥意思? 就是 是搭的东西我没见过 还是这种搭法我没见过? 这种搭法没见过 除了方便面 盖焦饭 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别的搭法呢? 小小的提示一下 今天的美食并不是火锅 而是在夏天最受大家欢迎的 凉皮 对 你能想到吗? 不是 凉皮的东西不是凉了吗? 对啊 你跟那几个东西 我总觉得是应该跟热菜搭起来 你要这一搭 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 反正你看 我看人家这会儿吃的都是正常的 是什么样的 拌 和红烧牛肉搭配的吃法还没找到 进门首先看到的 就是抓人眼球的五彩米皮了 这个是五彩米皮是吗? 这个跟普通的米皮有啥区别的? 以前吃的是那种 就是蛮补的 然后感觉这个颜色嘛 夏天比较看得好看又好吃 好看又好吃 好看是放在前面 好吃放在后面 对 就先是它颜色比较吸引人吗? 颜色比较吸引人 对 然后感觉特别好 筋到软的都有吧 五彩米皮 这个其实说实话 就是很适合什么 你跟他说 你先别给我放话词 先别给我放辣椒 我先排一掌 然后你再玩跳 但是我其实现在就好奇了一点 就是他用了这么多这个果蔬汁 来做这个蜜皮 它到底有没有那个果蔬的那个味儿 嗯 我觉得这个米皮就是不错颜色 光从这口感来 它还挺挺挺糯的 它那个整个辣椒油太香了 它味道有点压 但是就是你能吃出来 它那个这个 这个米皮那个本来那个味道那个香味 米皮有黑米 玉米 菠菜 土龙果和胡萝卜 一共五种口味 您可以选择单点 也可以馋着吃 全看自己的选择 我们刚刚吃的感觉就是它虽然颜色不太一样 但是感觉它味道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因为它必定的是夹在它这个米浆里面 它在米浆里面它其中是含了一部分 然后如果说要是全部用黑米还是怎么样做的话 这个做不了 这样那样的话呢 全部黑米的话 这味道也源源失去了 没那个黏性 对 所以说加上黑米跟白米摻到一块之后呢 它这个做起来 最后的柔韧性啊 韧度啊 它就相对比较好 那其实咱们这五个东西也不是随便选的 不是 像黑米的话 它是黑珍珠 它是米中之王 对人体的这种帮助都很大 像胡萝卜 包括胡萝卜素啊 包括这些东西啊 里面的微松元素 像这比较丰富 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算在这几样 其他的几种呢 也都是一样的 一种考虑方式 所以说我们就决定了 它最重要的五种 这五彩米皮咱是看过了 但是别忘了 咱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孜然羊肉和红烧牛肉 还没找到呢 你看 孜然羊肉 红烧牛肉 红烧牛肉 惠米皮 见过吗 说实话 炒米皮我见过 惠米皮我是没见过 炒米皮就是咱那个 小孩 炒三餐你整个 我知道 可有名的一个老店 但是惠米皮说实话 我没见过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老西娇应该就能吃这种炒米皮啊 从我这看那就是一盘炒豆芽 它豆芽真的是给了很多 而且它这个豆芽应该是最后放的 它吃得很脆 这种炒米皮绝对是有一项优势 就是它特别入味 栽味很浓 其实五彩米皮很常见 炒米皮也不是很稀罕的食物 但是 灰米皮还真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灰米皮你不要吃饿了 不一样都是炒的吗 因为炒那个我没吃过 但是我吃那个炒米皮吃过 灰米皮没吃过 你觉得灰米皮是啥样的吗 我给那种差不多不不类似 是热的 灰米皮 你觉得那个你能接受 如果冬天的话可以 夏天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 来吧 哦 这个就是会的是吧 你要不过说啥 我真觉得这个是麻辣烫 是吧 闻中味是不是也像 我真的闻中味也像 而且你稍微一闻 它这里面肯定加了有麻椒 其实说实话 我平时吃这种擀面皮米皮 都是那种我热了不行的时候你知道吧 就是开胃用的 那不是说这种是热了 它这个汤味我觉得还可以 很像小时候咱吃那个 香辣蟹那个干脆面 这种热了做了 就跟刚才那个炒了是一样的 它有一个优点 是那种凉潮的无法区别 就是它东西弄了很入味 你如果不是就是一味追求 那个米皮粮品那种开胃效果 你来吃的话 我觉得点这个是完全OK 米皮有汉中热米皮 秦镇米皮 文献米皮等 炒米皮就是从米皮里衍生出的一种吃法 那这个热米皮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是河南人 河南最出名的是热面 但是在米皮这个行业里面 没有热制的 那是大家吃米皮都吃那个凉爽的口感 是因为热制这一块呢 我们第一是为了让更多的这种消费者体验到 这个米皮的更多的吃法 第二种的话也就是让消费者能得到更多的这种美味 这个东西相当于是咱们自创的 对 在这家店里米皮一共有三种吃法 凉拌炒和绘 那想要这三种都可以做成 想必对米皮本身的要求应该会很高吧 第一是对原材料有要求 第二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制作工艺有要求 你像有些米皮的话 市场上的米皮买回来之后的话 你去做特别是做绘制的话 你是绘制不了的 米皮预热计划 如果说像这种米皮绘制的话 一达不到一地劲道度的话 这个米皮是做不了 我们这个米呢 是从我们秦镇那边 当地从农户手里买回来的 秦镇那边 对 因为普通的米的话是做不了的 普通米是做不了咱们这个米皮是哪个部 它劲道度是达不到的 劲道 对 其实米的话 你像泰国劲的米啊 啥东西啊 包括东北的五常米 是做不了这个米的 做不了这个米皮的 必须得是这种米才能做 对 当然我们的一项宗旨是 不能我们吃饱 得带着大家一块吃 是不是 导演刚刚给我们要的福利啊 是价值21元的单身套餐 一共60份 怎么获得呢 爱读书 会读书 读好书 书香干博 越读 越精彩 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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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刚刚给我们要的福利啊 是价值21元的单身套餐 一共60份 怎么获得呢 发送关键词到我们香香美食的 官方微信后台 您就可以获得了 其实啊我们同事这天经常会吹一些彩虹屁 小小今天怎么这么白呀 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是这个彩虹 彩虹米皮 关键词很简单 三个字 彩虹皮 三个字 发送到我们香香美食的官方微信口台 您就有机会 获得这60份 呃 价值21元的单人套餐啦 如果电视机选的你们 也想来尝一尝的话 定制条件好了 在郑州市曼哈顿商业广场 B区 凉皮那些事 小肥 坎主是带紧的酱牛肉 我也不会想起来水火转链那样的劲头 麻烦 来二斤牛肉 一壶捞白杆 哥 你醒醒吧 现在酱牛肉可老贵了 呃 时常上是有点贵 但是你要是给家做 那就便宜一半了 今儿我给你招个高手 轻轻松松给家搞点酱牛肉 今天教大家一道 零基础 包椒包绘的一道酱牛肉 既好吃又好学的家庭版酱牛肉 零基础家庭版的酱牛肉 听起来应该很简单吧 呃 这个有筋嘛 口感露出来要好吃 啊 其实啊做这个酱牛肉 用摇五 或者是牛吼炖茄也是可疑了 因为这个价格要比牛俭要便宜一点 出了原料 然后嘉宾小哥居然还准备了一样 让人想不到的迷迷武器 诶 这不就是竹签子嘛 秘密武器就是这个 这是啥 这是 毛衣针 打毛衣针 对 纯天然的猪针 毛衣针 这哥们打算给咱表演 用牛肉丝打毛衣啊 哎呀小肥啊 你这号的脑洞可真够大了呀 接下来咱看看这个毛衣针 有什么样的围理 哇 好家伙啊 这毛衣针 真轻松多半就是穿透了 我们选用这个毛衣针的 普通的牙签嘛 它太短了 它那个穿不透 我们这个牛腱厚度 有一定厚度 有一定厚度 就是在腌制的过程中 更好的入味 便于它入味 对对对 腌制会更快一些 味道融入的更匀式一些 就这样 用毛衣针 或者是其他的签子 把牛肉扎上小眼 就是充分的给它扎透 嘉宾说呀 咱这种做酱牛肉的做法啊 简单的 连焯水都不用了 我知道了 接下来泡水的时候 扎透的肉 血水就会轻松的释放出来了 这一抓挺实用的哈 回头我也得试试 我们腌制这个需要就是盐 还有这个花椒 就这两样东西啊 对啊 一点瞧了吧 人家一说就是讲究了 我觉得应该是分普大 都是吉时钟漂亮的做 没有这么复杂的 第一 加盐就是增加它的底味 我们加这个花椒就是去腥的 去这个肉的腥味跟体鲜 就这两种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腌制一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这么短的时间能入味吗 可以啊 因为刚才我们用了 用了我们的秘密武器嘛 就是毛一针 已经把这个肉穿成小孔了 它就很快 那这个鞠肉已经被破坏掉了 对对对 它很快就可以入味 腌制酱牛肉只用盐和花椒 二十分钟搞定 简单不简单 今天咱们做的可是酱牛肉啊 酱牛肉一般都颜色很重 它的颜色咋上啊 这个秘密啊 可在这个汤锅里边呢 清水变老汤 这可是关键的步骤啊 说慢点 我拿个小本记下来 我们今天煮的这块这个牛肉啊 大概有就是二斤 二斤重左右 我们下这个大量就是 两个八角 两个八角 对 丁香四五粒就可以了 丁香它是香料中 香味最浑厚的一种香料 之所以叫丁香丁香 就是说开玩笑话就是 一丁 放一丁点都是香的 对它都是很香的 所有卤料理离不了丁香 卤这个二斤多这个牛肉 就是放一四五粒丁香就可以了 下边是这个敲黑板食店 以这个两斤的生牛肉为例啊 搭配两个八角 四五粒丁香 两小片桂皮 一小把花椒 五六片香叶 刚才我最关心的上色问题 可还一直没解决呢 别着急啊 假定弯了讲究有炸香神 一会儿也会让你闹洞打开 重点就在这一块 我们采用的是 纯天然的就是甜面酱 选用这个酱上颜色 就是就是起到一个香味 增加这个酱香的味道 本身甜面酱还有甜味 有甜味了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酱 锅里边这种甜香味 已经都出来了 对它慢慢的就是酱香了 这个甜面酱这个味道 跟我们加入这个大料 这个卤料香味 就是慢慢的出来了 用甜面酱上色入味 这一招算是一举两得 连酱油都省了 就喜欢这种家庭懒人版的快手菜 可不是啊 把腌了二十分钟的酱牛肉 往锅里一扔 这道菜就没啥说头了 接下来等着吃就行了 要炖上这个二十分钟左右 就是让它断伤就熟烂 就是肉质不会烂 但是已经熟了 这样 全球科技智慧厨房 乐活美食由海尔厨店冠名播出 我这个肉啊 一般就是闷长四十分钟 四五十分钟 为什么要说百顿不容易闷呢 闷是最关键的 闷的时间越长 它就越好吃 转用来就是熔腱 是这个筋道什么的 如果你大火一直在把它煮出来的话 它这个口感了颜色了 都不好了 怎么样 零基础包娇包会的酱牛肉 你学会了吗 几个要点再说一下 牛肉泡水前一定要用签子给牛肉扎透 便于泡出血水和入味 鹿牛肉丁香的作用很关键 让牛肉香气厚重 做酱牛肉摆炖不如已焖 酱牛肉上色和入窝的关键 就在小火炖二十分钟之后 焖至的环节当中 各人认为郑州最好吃的油泡面了没有之一 一碗油泡面评价这么高 最好吃的吧 我吃过最好吃的 这个没有之一 面条 面银 嗯 料汁 比较有味的 料油 放二十多种 就料油里头都放二十多种 来来来 看看这一碗油泡面 你会如何评价 肥哥今天吃二十 太晒了受不了 不要有任何的好奇心 你知道吗 也不用有任何的什么太密接密的想法 你知道吗 就这个 就这个 跟咱平常吃的都不太一样 平常说都是一块一块的 对对对 哎你你跟盒子有仇还是咋的 你吃到三百多下 多少箱 三百多下 你敲什么 我敲什么 我敲什么 对吧 感谢扫码集中奖大奖等你拿的君瑶未动力 对本栏目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 那您赶快拿出手机啊 发送什么呢 发送果汁发酵到香香美食微信公众号 迎娶君瑶未动力提供的奖品吧 个人认为郑州最好吃的油泡面了没有之一 又来了一个 最好吃的油泡面 这个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对吧 至于吗 对不对 油泡面郑州有多少加 是吧 算算也是蛮多的嘛 直接就说是最好吃 还没有之一 对不对 有点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直接 就来到了东明路这边 然后咱就去看看 这个传说中最好的没有之一的 到底怎么样 大家伙到底会怎么说 人是蛮的呀 哦 总共三大连锹 三大连锹 等一下 全小一大 全小一大 三小一大啊 这一碗看上去其貌不扬的油泡面 店里的食客是如何评价的呢 最好吃的吗 最好吃的 我吃过最好吃的 我觉得可以算之一吧 这个没有之一 我不加之一 你觉得最好吃的 对我觉得最好吃的 食客们给这一家油泡面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那店家如何回复呢 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我感觉他说的很对的 究竟这一家的油泡面有啥特点 能吸引这么多食客呢 面银 味一下 面够劲道 面条本身就是比较劲道一点 味道比较特特 面也比较劲道 面很劲道 而且味道也很好 面条是店家自己活的 用高筋粉加适量的盐 经过三揉三形做成的面胚 然后再拉成条 不过和陕西的油泡面相比 在宽度和厚度上有所区别 我们跟陕西人的口味不一样 所以要做进行一下调整 所以是有些改变 对 对 因为他们那个面又宽又硬 我们这边的人吃完 胃太难消化了 很硬的 对 是吧 所以要改良一下 要拉细拉载 如果有人喜欢吃宽度 可以拉宽 拉好的面直接放入锅中 煮至两分钟盛入碗中 接下来还要进行调味 你有没有看到 它这种感觉好像是放了 跟调凉皮似的那种感觉一样 然后七七八八的有料粉有料汁 然后有料水 我感觉应该是这个酱汁吧 好 酱汁味道挺好 比较有味的 酱比较有味道 对对对 感觉吃起来挺香但是不油 这个料汁是什么 这个酱油也熬出来的 咸味去掉 把咸味去掉 把咸味去掉 酱油本身是咸吧 对对对 把咸味去掉很多 加有糖 有糖 这个水是什么水 这个料水 料水 料水 是拿什么熬出来的料水 大料吗 就大料花椒八角之类的 这个胡椒 胡椒 对 里面多少还要再放点胡椒在里面呢 这个里头还有香料吗 肯定有 肯定有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明白 其实它这里边 各种的料里面 你表面看起来的话很简单 其实里边是 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的 要保证这个味道出得来 对对吧 这个是蒜水吗 这是高汤 啊 高汤 这是高汤啊 对 我们在高汤 能起了什么作用 提香啊 提香 对 提鲜 是吧 哦 我天哪 我不能再往下问了 我的天哪 你可以简单想象一下 就这一碗面里边 然后它会加入多少的香料在里面 所以你才会吃起来 会觉得有比较香啊 然后又没有那么腻啊 那种感觉啊 你看敲出来干嘛呀 它那个链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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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所以你这个环节 其实也很关键啊 真的是它 不同的碗 好像它好像放的这些 料的多少 确实不一样 别小看这一碗油泼面 熬制的料油 不同比例的料粉 大小碗不同 放到的多少 可都有讲究 就说这辣椒粉吧 可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这是线椒 用的是线椒 用的是线椒 线椒打成面 嗯 出这个 然后别的辣椒打不成 只能用线椒 对 是吧 不只是辣椒吧 这里面 别的椒 是不是还有别的 有 有吧 是一种辣椒 还是说是几种辣椒混合在一起的 三种辣椒 三种辣椒 合在一起 有出辣有出香 有出色 对 是吧 你看我一猜就猜中了 对不对 不用躲不用藏 对吧 嗯 这个油是什么油 油是专门自己熬 调制的油 料油 对 是吧 这是弄好的料油 完了以后给它放凉了 之后再逛到壶里面再用 对 这个料油里面都放啥料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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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二十多种 就料油里面都放二十多种 嗯 就慢慢熬的 小火慢慢熬熬出来的 是吧 嗯 哦 最主要是 嗯 花椒吧 可能可能 茶酒 花椒 八角 八角 小混香 桂皮 香叶小混香 是吧 嗯 然后还有啥 哈哈哈哈哈哈 看了上面这么多 现在这一碗看上去其貌不扬的油泼面 您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当然店里除了油泼面 还有四样吃面的黄金搭档 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个 卤的那个豆腐 还有 卤肉 嗯 卤的鸡爪 是吧 哦 那种浓一香啊 是吧 哦 那这个是在后市这么蒸出来的是吧 先炸 嗯 炸 炸以后再卤 再卤 卤 让它再蒸 卤它是现在已经 大概有六年了那块 用了六年了 嗯 是吧 就放了一锅卤汤出那个味道 对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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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面条本身来 你还看的话 呃 它这个宽度啊 确实比咱平常吃的那个面条的那个 宽度呢 稍微窄一些啊 这样的话 应该是会更容易消化一些啊 而且 你在拌的时候啊 整个那个香气直接冲着鼻子 就已经来了 口感还是说一种 比较有嚼劲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硬啊 郑州最好吃的油泡面 或者叫汁衣哈 其实这个呢 呃 应该算是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啊 因为大家果然呢 说起来的话 重口难调嘛 呃 既然能选择来这吃的 那肯定会觉得就说 哎 特别对口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呃 它整体的味道来说 比较适合咱 河南人的这种口味的啊 呃 需要一点点刺激 就是微微的辣 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辣啊 呃 需要一些香味 但是呢 有没有那种 说香到烦腻的感觉啊 呃 整体吃起来感觉还是很舒服 很开胃的那种感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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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感到ус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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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其实不太了解这个吐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 是吧 大家会常吃 但是这种东西你熟视无睹之后 你可能就会忽略它背后那些东西 为了搞清楚眼前的这份吐司 与平时大家常吃到的面包片到底有什么不同 小飞我决定和师傅一起参与到吐司的制作过程中来 瞧瞧一份吐司到底能做出个什么花样 你这是什么 我这是巧克力馅 巧克力馅 对 跟咱平常吃的都不太一样 平常说都是一块一块的 对对对 我看这个面是不是本身它里面也加有东西了 应该 有那个鸡蛋还有那个黄油 水 黄油水 鸡蛋 面粉 这三 这四样 酵母 微量的酵母 接下来就开始敲了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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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敲敏 对咱这不有这个 那面现在还有 干面照 对吧 对 黑哥 瞧一说我叫女流 来 将军令 对 呃 给几个钱都来 啊 哎 哈哈哈哈 可以了吧 不可以 嗯 你挑三百多下 多少下 三百多下 如果累累比一下中餐啊 我想想那个 呃叫什么 拉面 或者是会面 是吧 对 甩几下 会起到同样的作用 不少个切成条了这是 对切成条边面吧 边面 边不边 边吧 边啊 啊 啊 这这 啥意思啊 这这三条 三条 你的三条我的三条 这弄弄个箭头是吗 先用 先用 右边这个 自然大自然往上搭一下 手边 那我为啥就比你少一股呢 啊 没有的这个倒是没有的 是对我没要求还是还是本来就没要求 对 也不要不要再问了问多了都敢干 哈哈哈 对 哎 嗯 还行 这这就完成了是吧 对这已经完成了 哦这这等于这后面后面就可以进烤响了吗 醒发 醒发 像这个倒大概需要醒发多久 五十分钟嘛 悄悄打打一小时 醒发一小时 浸炉烤制一小时 不得不承认 面前的这一块吐司 无论是从繁琐的操作步骤 还是从长达三个小时的制作时间上 都已经打破了小飞我对吐司这种食物的认知 那么如此大费周章究竟是否值得呢 今天点了什么口味 就是还是点原味的 然后除了原味就是红豆 我一般就是忠实粉丝就是两个 原味的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加的那种 对对对对 吃下感觉怎么样 它那个口感就非常纯正 嗯 就是整个的吐司的感觉就比较松软 很软嘛 它这个尝着 然后口感又不是说特别甜 也没有什么添加嘛 嗯 然后每次我们就在楼上上班 然后基本上早上都会来 比较好的是他们的口味会比较多 口味比较多 你看这个上面 口味的话可以供自己的 哦个人的一些那个口味 这个选择 是吧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 那个巧克力和那个肉松 巧克力肉松 所以刚才也点了一个肉松再吃 嗯哼 哦到底有多少种啊这个 这一二十种吧 一二十种应该差不多 对对 哇 哈哈哈哈 哎你你跟盒子有仇还是咋的 不是 必须得这么很使得磕一下是吗 要不他会缩的 他会什么 会缩 我会缩的 不磕他会缩吗 对对对 面包会缩的 就是大家不生气 不磕就会缩 哈哈哈哈哈哈 哦 哦 哦其实不是拿刀切 是拿锯子锯的 对是吧 这里面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这个 纹理啊 看起来很漂亮 哇其实是不是到这一步的话就算是 制作过程全部结束了 对是吧 好了 好了 可以吃了哈 嗯 嗯 嗯 呃 据某位那个不具名的人士啊 然后他自己来判断一个吐司片好坏的标准 那叫酥而不硬 对 就是那种酥的状态 而且他那个味道其实 呃 没有那种甜腻或者奶香味过重之后 那种腻腻的感觉 什么都不配 什么都不搭 直接这么一口一口吃下去 完全没问题 您呢 多参与跟我们节目的微信互动啊 您将有机会获得由金星啤酒提供的啤酒 当然了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很 不算了吧 也就是个细胱 要用这个细胱 更多的糖露 准备了 我一直在做这种酥梦 这家做每份吐司都要经过三百多次锤打的小店 爸爸堂手工吐司的地址您可要记好了 郑州市东风路与柯新路交汇处 向南一百米路西小街道内 如果您对今天节目中介绍的吐司感兴趣的话 不妨抽时间到店里买来品尝一下 没到饭点这些人都跑来了 不就是买个肉吗 为啥都跑人家后厨来了 白色的卤肉在颜色上也不鲜亮 但在这里却很受欢迎 咱不吃辣少带 小羊吃了都从这儿没 吃多年了都给这儿吃了 这就是小编今天在新菜县孙昭镇陈记卤肉店里 见到的一幕 再说的具体点 是在人家后厨拍到的场景 说实话 卤肉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不少 但像这样顾客直接进厨房的还真不多见 看来大家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呢 我说大哥 你这咋还直接就上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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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咋还没吃了吧 你这咋还没吃吧 你这咋还没吃吧 你这咋还没吃肉 这还要从旁边门进来呢 你这咋都熟了 他都熟了 他从门出肉了 这咋还给锅里来 都开始商量吃奶饭了 对啊 今后除了都是老顾客 他们才回去 几十年都都这样 你偷吃了一口 作为老板娘的张大嫂 看来对这样的场景已经习惯了 用她的话来说 来这儿买肉的都是老顾客老邻居 后厨的两道门全天都是开着的 也是方便大伙进来买肉 不光这样 据说在她家买肉还有一点 那就是允许顾客随意挑选 比逛超市还方便呢 整满卤肉不用菜单 直接来点选 想吃奶果自己挑啊 自己挑 不要买一条份子 这不用了吗 行不用 不用了 要给你吃 这个费本先费本 把他瘦一下 走 跟蜘蛛一样的 自己悬 想吃哪块自己挑 这个好漂亮 要不然就平一点 这骨头我给你转发药了 对吧 坑味 棉味 这样接地气的买肉方式 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也让原本很安静的后厨热闹了不少 但让小编纳闷的是 我们见惯的这种颜色鲜亮的卤肉 在这里却不受待见 反而是这不上司的卤肉很受欢迎 这个颜色这么败 会好吃吗 会好吃吗 对 你尝尝 我原味就知道了 我小时候都要吃到下来了 原子原味了 原子出串的呀 开菜啊 它那种瘦的 它是瘦而不浅 不加样 原理原则料比较好 对原则料 如果不好的话 它不敢用这种原则米 对 今天不是都吃到下来吗 那时候他爸没有开 我们感觉好多人都不是 记得不得了 听老板陈大哥介绍说 他们这里的人 一直就有吃白卤肉的习惯 而他们家 就连老汤中加入的大料 也多以白料为主 更多的是去腥提鲜 因此 想要做好白卤肉 在选料上就十分重要了 而每天清晨 亲自去买肉 也成为了陈大哥夫妇俩 二十多年中养成的一种习惯 那么多磨 这个磨得煮的 磨得煮的 这么多 还是两个 周恩拿来给灯 两套 好 两套 这是 两套极客 两套是俩烛 是八个梯子 八个梯子 这竹铁为啥 它是这么大的 满梯子 带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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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线的粥子 反正线的大线子 那那竹铁 竹铁 小明天还带着正的 那只要下下的 下下的都是线 抓铁料来 抓铁料 上面一件的粥子 有竹铁 还有竹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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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铁 还需要什么 尝肚子 这是肚子 有的一个人一个人口味 它有的吃着 它有的要拿 有的要干着 它有的喜欢吃尝 它有的不喜欢吃尝 这咱俩会去还清晰吗 清晰 清晰 这咱反复的洗好几遍是吧 那这样的 这给它多余了 又多来给它去 嗯 去吧 买了肉回来就可是这样子 能不能烧黑一点 烧的皮都烧黑了 烧黑黑了 烧黑黑了皮都烧黑了 它有苦味 它有苦味 那这不是麻烦吗 那就是天天都这样 那不能说 咱一次买多少斤 六斤再慢慢吃 那你没选你多好 而且我看这买肉 费点什么 两块儿 亲自去买 那不能让人送吗 那不放心啊 它给你弄的不好 你也不得吧 自己去买 你想要哪一个 要哪一个 不好的再不用 买肉 清洗 分类 再到加工 锅中的老汤和料包 在大火的加热下 慢慢发散出自身的味道 加盐调味 在此时显得很重要 而至于加多少 就需要听它的了 换一口烟吗 换一口烟吗 换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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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求你了 他在求我了 你现在老爷子把手艺 都搅到那两口里了 嗯 搅到那两口 我看他们也开始 往家看了 孩子也开始跟着那么干了 嗯 出了 还弄不烂了吗 你换一口 换一口 换一口 就叫他老 把把关 所以是 放到二月您说了算 下手出国您说了算 是的 是的 如今已经85岁的陈老爷子 每天早上都会出现在店里 用他的话来说 虽然现在不用自己亲自动手了 但是像这样的来把把关 自己也能放心 顾客才能吃着舒心 而锅里卤出来的也是不变的味道 这还有鸡子是吧 嗯 这鸡子看着颜色也是可淡嘛 颜色不上色 不管是卤肉还是 这不能叫少鸡了 这卤鸡 卤鸡 咱俩鸡都是不上色 不上色 几点 十二连吃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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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直线的都是卯夹的 现在我买成这了 陈大哥家的卤肉 虽然在颜色上并不鲜亮 但突出的是肉的原色 大料味也不重 吃起来肉质细腻 瘦而不柴 咸香适口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机会来这里 不妨也亲自来体验一下 静后厨买肉的感觉 来 这么辛苦 天哪 这还两份吗 河虾 河虾 河虾胳膏真大 好酥 这个好鲜 一个鲜 一个香 好吃吧 好吃 好吃 来再给你一瓶 真要味动力 不消化这个 而且好像 还见味 是吧 就我说是 不含防腐剂 零添加 特别好 嗯 这个味道好 还听上苹果味 好味厨房板块 由扫马集中奖 每周大奖等你拿的 君瑶味动力冠名播出 飞哥 不知道你刚吃河虾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两种味道的河虾 是用同一种料汁做出来的 怎么可能啊 这两种吃法到嘴巴里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啊 什么料汁能这么神奇啊 告诉你吧 这种料汁就是嘉宾自己 调制的一种酱油 但是先给你卖个关子 咱还是从今天的主菜 河虾说起吧 河虾呢 是今天一大早 五六点钟 我们去这个市场 选择这个市场当中呢 最新鲜的这个河虾 有 你看这个虾 其实还在冻哈 对对对对 可以仔细看的话 可以发现它里面 就是有很多 带这个小枕的 对 营养价值特别高 这个河虾呢 它有这种 两种保存方式 一种呢就是你回来之后 如果当天吃过完 你可以这个 趁它活着的时候 然后给它放一点水 急冻起来 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个 你在烹饪工程当中 如果剩下来的话 最好是建议油炸一下 给它炸成焦的 给它封存 诶 嘉宾的这个方法好啊 这以后即使是 河虾买多了 也不用担心了 是吧 所以说这生活中 还是有很多小窍门的 那这河虾选好了 接下来嘉宾 就要分别 用两种方法 处理这河虾了 你说的应该 一种是炸 一种是煮吧 这个倒是被你吃出来了 那这如何把河虾炸的焦酥 如何煮得恰到好处 接下来可要看仔细哦 首先呢我们在锅里 加入我们的清油 河虾洗完之后呢 至少是先沥干水分 要把它炸的时候会 油瓣四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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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温烧到五六层热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看到 稍有一点点清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下入它的河虾 好 这个季节的这个河虾呢 建议大家不要高油温炸 因为它这个 很多这个虾里面呢 它有这个虾子 第一个呢 就是炸的时候它容易爆掉 第二个你一高油温炸的话 它这个营养 所以有一部分是容易被流失掉 先把它这个炸子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原效 把它这个高酥 到这一步 这炸制还没有完成 要想着河虾的口感浇酥 一定要再复炸 一般复炸油温都在八九成热 那要想保持河虾的营养 这复炸的油温也不能太高吧 是的 嘉宾说六七成热的油温就可以了 加温再次下入河虾 油温已经烧至六七成热 这个呢我们是建议炸三长时间 稍微的过一下油温 因为时间太长的话 这个虾皮都迷入 所以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对 几秒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次把这个河虾给炸出 河虾炸好之后 最好是等稍稍放凉 口感会更好 其实我已经偷偷尝了一口 真的是很焦酥 瞧你那没见过市面的样子 那这炸制完成了 接下来就该开始煮了吧 下入我们的清水 给炸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加一丁点的这个料酒 嗯 水里面加一点料酒 加一点料酒去腥 同时呢我们需要下入一片这个姜片 姜片的话是去盘的 本来这个虾呢 它是稍微有点点的这个寒性 给烧开之后呢 我们下入我们的这个小河虾 真的有些盛节有面子 我们的这个河虾在煮之后 就第一个我们不能煮太长时间 因为河虾的话 你煮太长时间容易这个柴 第二呢它这个养分也容易流失 等这个虾完全变色之后呢 我们在情歌里大概30秒钟 就可以直接捞出了 啊 原来这虾只需要煮30秒就可以了 难怪之前我做的口感不好呢 煮的时间太长了 现在知道了吧 那这炸和虾和煮和虾都完成了 接下来更要看仔细了 这神秘的酱油料汁到底怎么调 火热之后呢先放入酱油 直接放酱油 直接放酱油 放入料酒 料酒的作用呢主要是这个去腥提鲜 接下来呢我们放入水 我们的这个冰水 凉水就行 凉水就行 当这个火焯开之后呢 这个汁它冒泡之后呢 我们还要放入一丁点的这个白糖 放白糖 对白糖其实在这个调油品当中 是这个起到这个提鲜作用 搅拌均匀让它轻敏地融合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闻到一股香气 淡的香气 这个那个鲜味也很浓 对对对 那这个酱油是熬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酱油料汁 等它起泡 起泡完之后这个熬至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简单吧 告诉你啊 这个酱油料汁不仅可以做和虾 而且平时在家做个西兰花青菜什么的 味道也超级的好 你是说料汁多做一些 配个和虾再配个青菜 再来上一碗米饭 瞬间一顿丰盛的午餐就好了 这个够给力 接下来呢我们放入我们的这个蒜蓉 放入蒜蓉 放入蒜蓉 对放入蒜蓉 这边的也是蒜蓉 这个蒜香味啊 蒜香味特别好 然后呢放入我们的这个酥末 好准备起锅烧油 啊如果没猜错的话 嘉宾这一步啊是要准备鸡油 让蒜蓉和葱末的香味 彻底的释放出来 可以呀 嘉宾说这一步油温一定要高 这样才能把蒜蓉蒜的香味 瞬间的激发出来 好我们最后一步 淋入我们提前熬自好的这个酱油汁 这个时候这个酱油汁就用上了 对淋入 今天浇大鸭的就是比较简单 这个在家里面一炒饿 好 怎么样今天这酱油和虾好吃吧 做法简单不 其实我发现啊 今天这两道虽然都是和虾 但口感是完全不一样啊 无论是喜欢酥脆口感的 还是鲜嫩口感的 通通都能满足 而且做法是真的不难 这酱油料汁只需要生抽 料酒水和白糖 要想和虾口感浇素 一定要记得复杂 煮制的时候三十秒就可以了 最后的机油油温一定要高 这个有时间一定得试一试 记得搭配上一瓶军摇味动力 味道会更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